好來關心到杜蘇瑞颱風是在下午兩點半發布了海上路上的警報啟發之後呢 整個屏東恆春半島的雨勢都是非常的增強的 很明顯感受到已經開始下雨了 尤其是在墾丁的沙灘喔 像是小灣這裡是捲起了很高的長浪 甚至呢最大預估可以達到六米這麼高 而且海水的顏色也是已經非常混濁了 那麼其實從今天上午開始喔 整個沙灘已經是完全禁止遊客進入的 所以呢很多人都乾脆這個外面的海灘不能玩 就來到這個室內的水上油氣的這個設施來旅遊 先來聽稍早訪問 本來在外面室外游泳池 可是下雨了我們就跑來這裡了 外面逛逛玩玩吧 想說天氣差就進來玩 好可以聽到原本真的是要在這個戶外各種沙灘喔 大玩一波 但是很多遊客呢現在都只能待在室內了 難免有一點點掃興 但是能夠放假輕鬆 還是覺得蠻開心的 不過因為這個墾丁啊受到颱風的影響 所以有業者就預估了 從明天開始呢整個訂房率預估會取消到四成這麼多 所以業者也是呼籲其實保障安全 還視為最最上策 觀眾持續帶您來關心中台土 富瑞的類型動向 記者現在的位置就在花蓮的七星壇 可以看到現場呢 已經陸屈屈的下起了間歇性的鼓勢 而還是有很多的遊客是圈著雨傘 來到這邊要進行關浪 只不過在稍早呢 海水署的人員也拉起了封鎖線 禁止民眾是跨越 就怕有意外會發生 而現場的浪花都已經掀起了大概兩米高的浪花 部分的攤商呢 也在剛剛的時候這一陣的大雨之中呢 他們是趕快的收攤 要準備撤離 但一定會最辛苦 當然是帶小朋友來 出來散散步 對趁天氣還沒變太早之前 全部都要撤掉 因為下雨了也沒有人 那這邊稍早它的風勢有很大嗎 沒有沒有沒有 就是現在才開始有風了 剛才還是很悶 而這個中台度部位呢 是在今天下午兩點半的時候 氣象局是發布了這個中台的海上的警報 是颱風現在目前中心位置 是在鵝鵪鼻的東南方的海面 向西北西方向移動 它的暴風圈是朝著這個巴士海峽 還前進 目前是持續發布海上颱風警告 預計在明天後天呢 是會影響會最大 而在後天的 明後天的時候是通過巴士海峽的位置呢 東南部的還有南部 澎湖呢 即將進入陸上的警戒 提醒民眾一定要特別注意